你 房子虽然小了一点 不过我跟鸟鸟住也够了 你说在家里住着好好的 你干嘛非要搬出来呀 这花着冤枉钱干啥呀 我花的是我自己的私房钱 我又没花你的钱 那不是一样吗 那 你 你的钱 我的钱 那不都是咱家的钱吗 不一样 董国强 我跟你现在可不是一家人 你怎么记不住啊 你这样咱们怎么找感觉 我觉得啊 咱们俩得坐下来好好聊聊 不能再这样胡闹下去了 你想想啊 瑶瑶明年可就上学了 那 那谁家孩子上学之后 不报个美术班 钢琴班 舞蹈班的 那不都需要钱吗 那妈的身体状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万一哪天老毛病犯了 那更需要钱呢 你说你 你 你要找感觉 那以后咱可以回家找 我 我配合你啊 你 你日子不还得 好好地过下去吗 我就是为了好好过日子 咱俩以前过的那叫什么呀 上班下班买菜 接孩子做饭 你说我们俩多久没有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了 就连床上那点事都是完成任务 就这样对付过下去 那跟木头有什么区别 就这样跟你过一辈子 我委屈死了 回来了 爸 没事吧 等一下 没吃饭呢爸 我都给你热了好几遍了 我吃过了 那个什么晚上跟客户谈片子的事吃了 不行 那也得吃 我特意给你补补身体 你坐这儿 补什么身体啊 我又没啥毛病 你听我说呀 你妈走得早啊 没事吧 要不然咱们上医院 去 严肃点我跟你说话呢 我这几天一直想啊 你说你 闯世界 风里来雨里去的 挣的又是那么少 没事 我习惯了 我想啊 要是有个姑娘能喜欢你 也不容易啊 你怎么两句话又拐的这上头 别打岔 对了 这个钱呢 你拿着 你拿着 你听我 拿着 在外面啊 再找一间房 为什么呀 这我都看了 这个房间哪 墙壁薄 不薄暖 尤其是不搁印哪 我这想啊 拿这个钱 租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把小崔接过来 既然都结了 两口子不能总不在一起住啊 哎呀 你怎么就不信我呢 行了 我知道不就是领证的事吗 我下次来了 把户口边呆着 再赌一下不就完了吗 那不就是个手续吗 哎呦我 行了 我是想跟你说呀 爸爸我呀 岁数越来越大了 一年不如一年了 我是想 你呢 你呢 要是能早让我抱上松子 我就是死而无憾 哎呦我说爸爸呀 你你你你 我都知道你必须得让满头啊 哎呀 你让美一出的这是 哎呀 哎呀 走走走走走 进屋休息 哎呀 哎呀 你休息睡了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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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强 没事吧 没事 你说我怎么搞的 怎么就不行了呢 要我说 我看你是最近太累了 以后 你早点收车 少开一会儿 挣钱要紧 可以别把身体累坏了 是不是因为 坏了新环境 我有点不太适应 我看你是心里有阴影 以前在家 你说咱家那个隔板枪 一点都不隔音 稍微有点动静 外面就听得见 好几次 咱们还没怎么着呢 就听见你妈在那溜达 哎 哎 那 那不是 妈总是腰疼躺不住吗 咱们得体谅体谅她 我以后我加强加强 体育锻炼 我会好的 我没有怪你 我知道你辛苦 姑亲 今天晚上你就住这儿吧 那 那妈和瑶瑶怎么办呢 我把瑶瑶送到灵灵家去了 妈一个人在家 就一个晚上应该不会有事的 那这样不好吧 你别生气啊 我的意思是说 我要是一晚上不回去 妈肯定惦记我睡不好觉 你自己好好想想啊 你说我们多久没有在一起单独住了 爸爸去世以后 妈就一直跟咱们住到现在 晓岚 让你受委屈了 算你还有良心 今天晚上你就住这儿吧 好 而且 以后 你要是还单独跟我在一起住 你就到这儿来 我是不打算回去 那 那你要总不回去 我怎么跟妈说呀 实话实说呗 日子还得咱俩自己过呀 那行 那我今晚上 就住这儿了 好 公 公司的 喂 喂 老道 有客人包车要去苏州 你要不要去 明天早上回来 假天还挺合适的 多少钱 也不去 我没时间你换别人吧 好 好 再见 谢谢你啊 好 好嘞 来 吐了 我今天晚上是 铁了心地在这儿陪你了 你不是要找感觉吗 来 你要什么样的感觉 我都给你 这 妈 这 妈 去去去 妈 我出车呢 怎么了 我马上回去 妈 你你千万别乱动啊 好好 好好好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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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她头有点晕 我怕她出事 走吧 小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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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老师无事不能三宝店啊 有什么事直说 钱总爽快 是这样 我们的杂志预留了相当一部分的广告板块 若你们的服装呢 也正在拓展期 所以我相信我们一定有机会 可以合作一次 没错 但是束我直言啊 你这么急着找我一定是急需广告业务 那么我有没有理由 拿到一个更加优惠的奖额呢 完全有理由 这样我们先看一下服装示意图 好 我看啊 你可以把你们餐厅那个大厨给炒了 自个儿来就行了 你还别说 我真有这打算 那我说你 你为什么就没遗传到我一点的生意头脑呢 也是说我蒋红武的儿子是个大厨 这话能听吗 会说我教子不方 这您可错了 一定是说您教子有方啊 您想想 外界评论 大企业家 蒋红武的儿子 不靠爸爸的光环自己创业 自力更生这多励志啊 你要有什么理想的爸可以支持你 但是你得找一个有前途的行业是吧 搞那个小破餐厅能有什么出息 难道就为了满足你那个做菜的那个爱好吗 爸这话不能这么说是吧 做菜我觉得比做钢铁好 您想啊 做菜它有温度 有人情味 而且你不能这个 这歧视小破餐厅啊 人家餐饮巨头麦当劳 那也是从小破餐厅做起的 后来不也是上市了吗 上市上市 我真搞不懂现在人是怎么想的 那个卖茶一袋子的人都惦记上市 你知道一个公司上市 那他运作多困难 有多少资金在背后支持 你谈何容易啊你 不着急 慢慢来 我坚信一定有人会给我提供大力支持的 那你要是跟蕾蕾能够结了婚之后啊 你刘叔肯定会支持你 可是就算这样的话 你得找个专业经理人来管理营销啊 这光靠你 你 你行吗 我本想是张开双臂迎接刘叔的入股的 没想到 是要把我架空 行 连女儿带钱都拿回去 老子我不要了 我告诉你啊 这话你说给我挺可以 别当了你刘叔面说 嗯 我明白 您是怕 说了之后 他不给您那新项投资是吧 我不说第二次 记住就好了 嗯 正好 大家看到的是我正在谈的一个广告项目 如果不出意外 达志社很快就会进一笔资金 但是客户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 他的服装出现在我们达志的风底 这是什么乡镇企业的衣服 还要登在风底 我看你是疯了吧 你说得没错 的确是乡镇企业 但是现在我们杂志社正处于困难时期 为杂志社争取更多的广告商 也是为了维持我们的资金来源 我们是有困难 但是做服装杂志 重要的是品味 如果现在就给读者一个土雕渣的形象 我们的读者群体就会慢慢流失 就算办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难道让我们变成农村时装杂志吗 服装的整体水平确实是不高 但是不至于那么差 我看了 有几件还是可以用的 有吗 拜托你有点品味行吗 你针对服装还是针对我 我就针对你怎么了 那些现在什么可吵呢 都冷静点 是这样啊 我们这杂志啊 确实是要坚持自己的品味和风格 这一点我是赞同其总监的意见 这样吧 一方面呢 咱们继续和客户保持联系 继续协商 另一方面呢 看看客户能不能同意 具体的封底用哪一款服装 能不能由我们这个 艺术总监来定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不同意 你怎么还不同意啊 我觉得跳不出来 反正作为艺术总监 我坚决不同意 行行行行 就按我说的办 那散会 各 各忙各的 咱们也没收拾完啊 嗯 老板 这些衣服明天是要上架的 我整理好了还要挂上去 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 我整理好了我会把门锁好 明天早晚再来开门 行 门锁好啊 你放心吧 你放心吧 姐妹们 今天晚上我要连夜工作 不能赴约了 你们好好享受美食吧 咱们 等下 我行的 我心里面 不开会 要看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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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间大瓦房 一个老婆 一头牛 还有两头驴 对 还有你 张雅 你还得排在驴后头 去去去去 有你什么事 不是 爸 那我好歹我是个大老爷们吧 我跟你学了那么多年采访 还学刺绣 我拿镜头我手都拦花纸 我费了多大劲我才改过来啊 那我我 我选择我自己职业 我有错吗 你选择了 你也美过了 你也浪过了 到头来 不还得是娶媳妇生孩子吗 你知道奶粉有多贵啊 你挣那点钱能够用吗 甭跟我废话 你赶紧跟我一起回老家去 我跟你说 都不进老钱的场子 咱们就在县里啊 开一个门市部 凭着我多年的名声 我保你稳稳当当的赚钱 将来啊 把媳妇接过去 盖上大娃房 这不挺好吗 可 可问题是她不是我媳妇 叔叔 真不是 变 你们俩接着变 王朝阳 我喜欢你啊 喂 你没事吧 我刚刚做了一个梦 噩梦 美梦 喂 你说你喜欢王朝阳 我说了吗 那我就告诉你吧 她的心做和学心和我是绝配 我从来都没有找到一个跟我这么般配的人 不行我得接着做我的美梦去了 哎 这孩子废了 我再也不相信你们俩说的话了 除非你让他当着我的面跟我解释清楚 好好好我不跟您解释 那咱们就说说工作的事 我现在我工作挺好的 您去过我们公司吗 我们公司那楼多高您知道吗 我不说别的 就我们公司那领导 特别赏识我 我们公司好几个部门呢 我一去以后挣着抢着都让我去 一去就给我涨工资 我跟你说到时候公司一涨 钱还是问题吗 问题是现在没钱啊 你添什么乱啊你 我哪是添乱啊 我的意思是 你现在没钱不要紧 公司领导不是赏识你了 那以后有的是钱 潮阳 那你车控仔带大叔去见见你们领导啊 对呀 你要是不跟我回老家呀 除非你能让我亲眼看见 你们领导怎么赏识你 没问题 我明天我就带您去我们公司 见我们领导去 你这会儿 好啊 好兄弟啊 给哥哥出了这么好一个主意啊 来 哥哥敬你一杯 来来来来来 快快快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干嘛晚 喝什么 跟你一样 我这是烈酒 烈酒怎么了 来吧 行 你舍得死我就舍得埋 你怎么了 叫我出来自己还愁没苦脸的 上次咱们那局 这吃饭给我提了很多意见 我怎么一条都记不起来 我是觉得 我这餐厅这经营的确是有问题 虽然说我不指着它挣钱吧 但也不至于给我赔成这样 你说我跟你家里怎么交代 哎 采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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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 假如啊 假如你是老板 你会想什么方式来改善呢 我是老板 嗯 什么意思啊 就是换位思考嘛 就如果你是这餐厅的老板 现在餐厅这样 你打算怎么办 嗯 那我还真得好好想想哈 我先去趟洗手间 周彩儿第一次对自己的美脑信心 她如此花费心思的原因只有一个 她发现自己 真的爱上了简佳明 你帮我个忙 刚才佳明问我 如果我要是老板的话 我该怎么办 可是我刚才把脑子有点空白 你赶紧帮我现在办法 哎呀 你随便说几句不就完了吗 那不行 说的心理句怎么能显示我与众不同啊 再说她都说我是老板了 这可暗示我的未来呀 必须让她知道 能做好老板娘 你想得可真远啊 我就随便乱说 谢谢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刚刚说到哪儿来着 换位思考啊 如果你是老板你怎么办 如果我是老板啊 这餐厅的菜没有问题 口味好 那肯定就会有回头客 但是咱们现在餐厅的地段 它定位太高了 而且菜太贵了 所以呢 即使别人都很喜欢去 但是也只能偶尔去一次 还得搂着点 而且 你这包间房间太大了 根本就用不着 你以为每个人都会像 你以为每个人 每天都会请那么多人吃饭呢 所以你把房间改小一点 多弄几间 清明化一些 这样呢价格味道特色 缺一不可 真没想到你 对餐厅这个经营这块 这么有见底 谁说三维好的 智商就一定得低啊 通常想了解一个女人的智商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三维就不一样了 显示意见吧 我 我喜欢你 这是什么你就喜欢我呀 你干嘛呢 我看昂俊呢 我有个事我想求你 帮个忙 你说 是这样 明天呢 我带着我爸呀 去你公司 你爸我们就带到会议室 你就装成我的领导 我是你部下 完了呢 你就变着范儿地夸我 就是 怎么看我 怎么都喜欢那种 嗯 喜欢 你就说啊 那个过不了多久 你就会提拔我 就会给我整公司 就恨不得把公司都给我 都给你 对了啊 装得像点啊 背后了啊 回头我给你买糖吃 完了完了完了 乐梦晨晨了 他让我跟他说 我喜欢他 他让我都给他 你就那么喜欢开餐厅啊 那为什么不跟你爸 回工厂去呢 我啊 其实做什么都无所谓 我就不愿意受人约束 那你可以 把这个服装店给收购了 我给你打工 你给我打工 哎呦 那我不得没死了吗 给我打工 哎呦 哎呦 那我 那我也是心软 你说 我要真把你这店收购了 那那 唐经理不得失业了 快 他呢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 乌鲁可走 有创意 是个有想法的姑娘 你以为我跟你那个模特女友一样呢 那么浅薄 你说也怪了啊 那么怎么喜欢我那些姑娘 都是那些浅薄的呢 那可不一定 那你的意思是说 像你这样 不浅薄的 也喜欢我这款是吧 嗯 对简佳明这样的男人 你就让她觉得有趣 离高高赛上高不可观 她反倒越错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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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不动 嗯 我懂 嗯 你要真喜欢她你就得搂住了 接着喝 简佳明并非是个浪荡公子 可她并不知道 她完事不公的性格 不但会让别人误会 终有一天 也会伤到她自己 嗯 走一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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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林练 开门是我呀 开门让我进去啊 林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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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不是 林练 不是 林练 你开门啊 你开门是林练 贾平 你们家男人丢了 赶紧来认领 你给他贾平打电话是吧 你别打啊 别打啊 哎 你认识是吧 我告诉你 你要是打了你都乱惊后悔 把垃圾带下去 这分 你 老板 老板 初子儿啊 我让你收拾屋子 你带个男的不三不四地回来 你干什么呀你 你也太不要脸了你 姐老板 怎么是您呢 姐老板 对不起啊 我刚才说话有点过了 我早知道是您过来看衣服 我就晚点过来了呀 姐老板 这次来又有什么看重的衣服呀 今儿如果不方便拿走 那回头再来拿 要不是我派人把那送过去 不用 我等你们营业了我再过来 不是 开门了已经 不是 泡杯茶喝一下吧 不用 不用 慢点啊 喂 哎 喂 老夏 这样啊 你那个 下楼 plus�만点 小心台阶 小心 小心 你 你把车拿 趕你开的特鲁 那直店门口 好嘞 你怎么这样啊 杨凤以为的 你和游脸说我 我陪他怎么了 我陪的也是你 带个男人到这来睡了 你当我这是宾馆啊 老板 我虽然是个服务员 我没有你有钱 但是 我不准你这么说我的朋友 简先生也是这样的熟客 在你这可没少买衣服 人家刚走你就这种态度 我态度算不错了 你以为他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啊 哪次不是带着姑娘来拿钱 把人家砸晕了 马上骗回家睡觉去 你看看你们 把我这儿当什么儿 真当民馆了呀 反正你俩也睡了 回头你告诉他 让他把这儿的衣服 都给我买回去 简老板 你没走呢 没走 唐经理 我问你啊 就你这儿所有的新款女装 我这一次性都买了 行吗 行行 当然行 行就行 那个 那你先跟周小姐道个歉 彩儿 其实刚才咱们也没说什么呀 没说什么呀 那那些什么 什么拿钱把人砸晕了 骗小姑娘回家睡觉 这些屁都是谁放的呀 反正简老板 我告诉你 把这些衣服 马上按彩儿的尺寸都改好 送到我家去 而且 周小姐现在辞职了 从今天开始 她就是你们店的VIP客户 以后有什么新款女装 第一时间通知周小姐 如果晚了的话 你就别想在这个店干了 明白吗 听清楚了吗 周小姐 不 周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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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这样行吗 知道我尺寸吗 若我不知道的话 让服务员给我打电话 上门给我量去 是是 姐老板 您看行吗 我看行 刚才真是太过瘾了 你知道吗 她老板特讨厌 每次总能找我麻烦 今天就让她知道知道 做人不要那么嚣张 那招未来屁太牛了 我告诉你 我最烦这种 狐家虎卫的人 有什么呢 不就一经理吗 那眼睛都找后脑勺去了 这种人必须灭他 那你眼睛找哪儿啊 你就别挤得我了 我就是一平头老百姓 那说好听的 就是一高级丑子 那你这丑子灭起人来 可太嚣张了 你看你刚刚那架子 他完全闷说话了 不过让你以后 这么对我的话 我还只有点害怕 那是不是 我得得意一下啊 不是的 只是我刚才 不应该跟他对着干的 我是看他那么输你 我就忍不了了 还说就说吧 我怕什么呀 也掉不了几斤肉 是不是 还是我不好 你说我 我这一冲动 帮你把这职就给辞了 没关系 你不说我还说呢 工作的事就以后再说吧 我现在只想感受自由 那你现在打算干什么呀 回家洗澡去啊 你打算回那儿洗澡啊 是啊 就是工作已经没了 也不能睡店里了 我现在只能沦落为流浪汉了 说这么可怜 你看一下成丐帮帮主了啊 那也不错啊 满头街都是你弟兄 想办谁咱就办谁 考验 刚刚我出了口气 现在又给我听过了 你开玩笑啊 我能让你轮落街头吗 简佳明的报答报应 让周采儿心心有力 可他的仗义 在周采儿眼中 却变成了爱情 这次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吧 拍照片的钱 还是让我们公司垫付的 千万不能像上次那样 请了模特拍了照片 回头客户跑了 你特希望那样是吗 有什么事好好商量啊 你们俩 钱总很有诚意 跟我们杂志社长期合作的 他也希望 通过我们杂志社 把他们品牌定位提高起来 照片你打算怎么拍啊 不会又找那个王朝阳吧 请哪个摄影师 我说了算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了 项目是我的 你管得着吗 我说有就有 行啊 那你做 我不做了 行行行 别吵了 吵什么呀 谈工作呢 怎么都那么大火气啊 林亮 你现在毕竟是齐娜的副手 这照片的事啊由他负责 你协助 另外呢 这个客户那边啊 还是跟你来这个 多沟通 郑高 您觉得这么做 对我们杂志社有意义吗 你好好做 以后会给你恢复原职的 郑总干净 你还真打算给他恢复原职啊 这你也生气 有什么可生气的呀 我给他复职了 我再把你提成副总 你不还一样大他一级吗 可是我看着他我就别扭 你看他别扭你就多看看我 我不别扭吧 你要什么好看的呀 你什么意思啊嫌弃我呀 我就不过是吧 我哪敢啊 知道就好嘛 灵灵 灵灵 你根本就不用玩心里去 你说你齐娜跟正总 我当时肯定受伤了呀 你看他俩说话的时候 秦娜和你都都 趴在正宠幺上去了 你再看她正宠的表情 简直标准地斯文败类 你说我看着我都腻味 都看不下去了 你要是跟他争 你可不得吃亏吗 我怎么跟他争啊 我正常工作 他在那儿找事儿好不好 对嘛 你既然知道她是故意的 就不要往心里去了呀 等我有一天要是有钱了 我立马辞职不干自忧自在的 我非得把齐娜那样的 给你踩在脚底下不可 你刚才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踩在脚底下 不是不是 辞职那句 你大声点 那怎么那么坏啊 走走走走 完了完了 擦 擦 怎么了 来 这有公司的办公室够气氛了 有啥呀 这还不如我们办个厂房大呢 你这是什么话呀 我跟你讲 咱们老家那地皮多便宜 就这儿啊 管房租一个月都上万呢 来了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领导欧阳艳华女士 这是我父亲 他是干什么的 欧阳经理 幸会 欧阳经理 这 这是王朝安的父亲是吧 对对对 好 好 你好 你好 来 来 这边请 请 好 好 好 都坐 坐坐坐 大叔 来 您喝水 好好好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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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您再喝 好好好 大叔您喝呀 烫死我了 这能晾一会儿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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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个 大叔 大叔 你来我们公司是有事吗 是这么回事 我儿子跟我说呀 你们领导很重视他 想提拔他 我对他呀 心里不落底 我这次来看一看呀 看看有没有这么回事 有 就是这么回事 嗯 欧经理 真是认你啊 给我父亲 讲一讲我在公司的表现 他老不相信我表现很好 好 说说 好 说说 真啊 是真 王朝阳 男 二十九岁 对对 天蝎座 英星血 大眼睛 双眼皮儿 嗯 工作很认真 五官端正 脾气很好 有耐心 又富有幽默感 绝对的完美 我挺喜欢的 那姑娘你是哪儿人哪 四川人 你 你到底是姓姑 还是姓杨啊 我是姓欧杨 一个月挣多少钱 两千五 这两千五是那个税 这公司的税是两千五 您想她一个月得挣多少钱呢 行行行 你是经理